点匠唇 醋坝秋千 李清照 宋代 醋坝秋千 起来雍整仙仙手 路浓花瘦 薄汗青衣透 剑客入来 袜颤金拆溜 何修走 以门回首 却把青梅绣 荡完秋千 雍眷得起来 整理一下鲜鲜素手 瘦瘦的花枝上挂着晶莹的露珠 花含苞待放 因荡过秋千 层层香汗 渗透着薄薄的裸衣 忽见有客人来到 慌得顾不上穿鞋 只穿着袜子抽身就走 连头上的金钗也滑落下来 含羞跑开 以靠门回头看 明明看得是客人 却要绣绣门前的青梅 以此掩盖 一剪梅 红藕香残 玉电秋 李清照 宋代 红藕香残 玉电秋 清解罗长 独上兰州 云中谁寄 锦书来 燕自回时 月满溪楼 花自飘零 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忌 可消除 采下眉头 却上心头 粉红色的荷花已经凋谢 幽香也已消散 光滑如玉的竹席 戴着秋的凉意 解开绫罗裙 换着便装 独自登上小船 仰头凝望远天 那白云书卷处 谁会将锦书寄来 燕群飞回来时 月光已经洒满了西楼 落花独自地飘零着 水独自地流淌着 彼此都在思念对方 可又不能互相倾诉 只好各在一方独自愁闷着 这相思的愁苦 实在无法排遣 刚从微醋的眉间消失 又隐隐缠绕上了心头 武陵春 春晚 李清照 宋代 风筑沉香 花已尽 日晚眷梳头 物是人非 事事休 欲雨泪先流 闻说双溪 春上好 也你泛清舟 只恐双溪 则蒙舟 再不动许多愁 风停了 尘土里带有花的香气 花已凋落殆尽 日头已经生得老高 我却懒得来梳妆 景物依旧 人事已变 一切事情都已经完结 想要倾诉自己的感慨 还未开口 眼泪先流下来 听说双溪春景尚好 我也打算泛舟前去 只恐怕双溪炸猛般的小船 再不动我许多的忧愁 醉花音 薄雾浓云愁永咒 李清照 宋代 薄雾浓云愁永咒 锐脑消金寿 家节又重阳 欲枕杀厨 半夜凉出透 冬离把酒 黄昏后 有暗香迎秀 莫道不销魂 连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薄雾弥漫 云层浓密 日子过得郁闷愁烦 龙脑香在金寿香炉中撩鸟 又到了重阳家节 卧在预枕杀杖中 半夜的凉气刚将全身尽透 在冬离边饮酒直到黄昏以后 淡淡的黄菊清香 溢满双秀 此时此地怎么能不令人伤感呢 风乍起 卷帘而入 帘内的人 因过度思念身形 竟比那黄花还要瘦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